嗨,こんばんはたまです 時間再多一點點問候 不要一切都帶走 大家應該蠻熟悉這首歌 那其實它的原版 是來自日文的 日本的這個男と女 那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視頻內容吧 好的,大家沒有開始今天的解說之前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他媽頻道的話 一定要訂閱喔 只要在旁邊那個小小鈴鐺 按下去選擇全部的通知 這樣子每個星期有更新新的視頻內容的時候 你將會是第一個 乒乓,收到通知的啦 好的,那這首歌呢 它的歌名就是 顧名思義嘛 男女之間 當然它就是我們講的 愛情之間的這個 因為情歌慢歌嘛 所以它裡面的內容呢 有一些和這個奏華劍唱的 中文版本蠻類似的蠻相似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首歌的歌詞 到底在寫一些什麼內容齁 調回走 然後道路 也就是指呢 每一個人呢都會有那麼的曾經 就是反折 反折道路往後面剛剛來的那個道路走回去 那個叫做引き返す 引き返す道 然後呢 二人でここまで歩いてきたのに のに就是明明 明明呢我們兩個人呢 已經到了這個地步了 ここまで 就是可能好不容易 已經到了現在這個地步了 歩いてきた 走著來 結果呢 就有人想要往回走 竟然要走回引き返す道 這樣子 這個說法 那接下來呢 あなたの心が足を取られて あなたの心が 就是你的心 你的心怎麼樣 足を取られて 足を取られて 足を取られる 它就是行走困難 為什麼行走困難呢 它後面就有述說 冬の坂道 転がり始めた 冬の坂道 坂道就是斜坡 那冬天的斜坡 就是很滑 這樣子 很滑嘛 有那個雪花 或者是結冰 這樣子 所以會怎麼樣 転がり 転がり是什麼呢 転がり就是 會滾下坡 滾下去 掉下去 這樣子 主要是 ゴロゴロ 就是滾 所以它就會開始 從這個斜坡 你行走困難 因為呢 在這個冬天的斜坡呢 就會開始滾 下坡 這樣子 這個呢 它是形容 就是它的心啊 它的心 就是 像 我們講的 行走困難 然後呢 在這個冬天的斜坡上呢 就開始的 腳步 不穩 行走困難 跌倒 滾下去 那接下來呢 是中間的部分 中間部分呢 震える 肩越しに 震える 就是 顫抖的意思 就是 你在顫抖 傷心過度的 在顫抖 隱忍著 震える 肩越し 就是 穿過肩膀 就是 我穿過你的肩膀 然後往前看 這樣子 就是 因為它形容這個 你的 透過你的 顫抖的 肩膀 這樣子 震える肩越しに 這樣子 然後呢 還要面對是什麼呢 面對 あなたのさよなら 你的這個 我們講的 離別 道別 さよなら あなたのさよなら 所以我一定是 傷心的嘛 面對你的這個 顫抖了 已經很悲傷了 面對你的 道別呢 我會怎麼樣 背後で涙を隠す 私 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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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們講的這個 肩上背後呢 的 眼淚呢 藏起來 隱藏的意思 所以 男 男人嘛 就是太傷心 過度了吧 所以他 顫抖著呢 面對 他的伴侶的 道別 要分開了 所以呢 他就把他的背後的眼淚 傷心呢 把它藏起來 這樣子 就痛到心裡面去 這個是他表達的意思 好的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 副歌的部分 あなたの愛をもっと 温もりをもっと 溢れるほどに 那這個呢 他跟中文的版本就蠻相似的 就像剛剛 就給多一點點的溫柔 多一點點的時間 多一點點的愛 怎麼樣 所以 あなたの愛をもっと 就是他在請求 就是我們講的 想要更多你的愛 もっと あなたの愛をもっと 温もり就是温暖 它是名詞 所以 温もりをもっと 怎麼樣 這個 あふれるほどに ほどにほど 這個就是程度嘛 あふれる就是滿出來的 想要你的愛更多更多的 想要你的溫柔更多更多的 到達這個滿出來 溢出來的這個程度 溢れる 溢れるほどに 這個它的程度 那接下來下一句也是一樣 あなたの愛をもっと 温もりをもっと 一樣的 要你的 怎麼樣 它後面有一個動詞叫做 感じていたかった 想要感受 想要感受你更多的愛 更多的溫暖 這樣子 所以要看到後面才知道 原來它是一個動詞 感受 想要知道你更多的愛 想要去感受感覺更多的溫暖 あなたの愛をもっと 温もりをもっと 感じていたかった 這樣子 感じていたかった 過去是一直以來 到現在 就想要更多的去感受你的 帶給我的愛 跟溫暖 這樣子 好的 接下來呢 是最後一個階段 言葉一つに 這邊呢 它就對於一句話 這樣子 對於一句話 うなずいたのは 是稱讚 你對什麼東西 這邊呢 うなずく うなずく就是 稱讚 同意的意思 所以我 同意有一句話 這樣子 言葉一つに うなず 這樣子 うなずく うなずいたのは 是什麼呢 あなたが望む別れだから あなたが望む 就是你所希望的 你所希望的 離別 這樣子 這邊的別れ 是一個名詞 就是分離離別的意思 だから 這樣子 別れだから 就是你 希望的是分開 那我就 贊同你這句話 所以才會有 這個分離的場面 這樣子 所以它就是一種 訴說悲情的 一段關係 這樣子 就是面對你要離開 然後我雖然不捨 但是這是你希望的 所以我只能把我的 傷心的眼淚呢 隱藏起來 然後呢 再去 就是 訴說對你的想念 這樣子 大家明白嗎 所以這才叫做 おとことおんな 男生跟女生 之間呢 就是感情的問題 就比較多 大家明白嗎 誰もが一度は 引き返す道 二人でここまで 歩いてきたのに あなたの心 あなたの心が 足を取られて 冬の坂道 転がり始めた 震える肩越しに あなたのさよなら 背中で涙を隠す 私 あなたの心 あなたの愛を もっと温もりを もっと溢れるほどに あなたの愛を もっと温もりを もっと感じていた方 言葉を 一つに うなずいたのは あなたが望む 別れ だから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 中文是来自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悠》 原创的版本就是日文的男和女 希望大家可以去透过生活上所能接触的 就是在开车的时候可以放着听 或者是无聊的时候可以透过手机播放音乐 看戏剧 以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接触 比较轻松的没有那么压力 自然而然对你的日文的学习的过程中 还是会有帮助的 好的,那我们今天教学视频也到此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内容的话 别忘记给我个大赞 然后分享去给你所有朋友 那如果你还没订阅他们频道 还一定要订阅 这样子你就可以第一个时间 说到他们的新动态 那么下个影片再见吧 大塚様でした 拜拜 从你的这个问题呢 慢慢慢慢的越走越远离题的意思 疏远他这样子 就是飞当面有解决 就是要告诉我说 可能问题还依旧是在那一边 这样 欢迎订阅你来这么多的这些 我感觉是某种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